哈啰 你好 歡迎收看活力加油戰 你好 我是黃聚斌 大家好 我是鄭文彬 歡迎大家今天守著我們的 活力加油戰 那想要知道更多有關於 我們節目的消息 大家也可以通過 我們的姊妹平臺 城中最Hit爆新聞 以及滑啦啦好康頭的 Rodjala 那我們每一天在那裡 就會有這個專題報導 與你一起討論節目的課題 可以是 最近這個 大家都宅在家裡 然後一般上 如果在家裡做飯的話 我們常常會把這個菜的 或者飯的量 都做得稍微多一點點 大家都吃得飽一點點 但如果是沒有吃完的話 大家就會把這個菜 一般的家裡都習慣 留到隔天去吃 不過你要是常吃 隔夜菜的話 要小心喔 是的 那今天 我們就好好的來探討 這個新聞 就是在較早前 中國有一則新聞就是 他不小心吃了這個隔夜菜 喝了這個雞湯 結果就染上了這個腦膜炎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馬上進進見大主題吧 近日中國南京傳出一則新聞 一名女子將雞湯存放於冰箱 兩天後取出 但卻無徹底加熱就使用 而導致頭疼不適的症狀 該名女子求醫後 竟被診斷患上腦膜炎 而引發腦膜炎的原因是 其中含有一種稱之為 里斯特菌的細菌 這事件也敲行了大眾的警鐘 對於學習使用 和保存隔夜菜的方式 也更加的關注 以便減少各種細菌的滋生 能安全使用隔夜菜 究竟什麼是里斯特菌 為何隔夜菜中 會出現這種細菌呢 今天就一起來了解 里斯特菌知筆知己 才能更無效的預防 哇 真的沒有想到 吃隔夜菜 或者喝一個隔夜的雞湯 都會惹上這個里斯特菌 那今天我們就特別的 請到醫生來跟我們講解 怎麼樣預防這種 健康的狀況 發生在我們身上 我們邀請到的是 腦神經科的顧問醫生 陳偉陽醫生 陳醫生 你好 陳醫生好 好 那我們先來說說 這個新聞好了 就是這個女生 可能她就是煮了這個雞湯 熬了雞湯 然後她就存放在這個冰箱 隔了兩天之後 她再喝 結果就發現自己不舒服 然後去看醫生就醫的時候 就發現已經得了這個腦膜炎 那到底為什麼 其中的這個情況是怎麼樣的呢 這個情況呢 我覺得是因為她在加熱那個 雞湯的時候沒有加熱到一定的溫度 所以那個溫度至少要72度 雖然我們在家裡我們不可能會去測量那個溫度到72度嘛 所以最簡單的就是你煮到肥就行了 煮到它苦 所以這個可能是第一 第二就是可能在處理那個雞肉的方式呢 如果是在家裡煮已經是自己煮 可能第一次煮的時候 然後那個雞煮沒有完全的完全的解凍 所以沒有完全的解凍呢 就是那個雞殼還有部分呢 是不熟的 所以就有給這個 這個在兩天的時候就有給這個機會讓那個細菌增長 因為我們放在一般的這個冰屬的這個殼裡面呢 通常就是4度到8度 所以4到8度呢 那個細菌是還可以成長 因為我們不是放在零下 那個零下超過零度的那個度數 嗯 了解 那陳醫生其實這裡呢 就關乎到一個病菌 就是這個里斯特菌 那可以跟我們講講 其實通常這個里斯特菌 通常都是在食物裡頭 可能還沒有煮熟就會有 還是說可能我們吃了 然後可能裡頭會有這個細菌 然後我們又把它放入冰箱 變成這個隔夜菜的時候 它就會有這個細菌的一個滋生呢 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可能在煮 那個你在煮的過程沒有煮熟 第一 第二你已經煮熟了 不過你已經隔夜 就是有一段時間 在那個環境裡面的那個細菌 在那個食物生長 所以你環境 應該如果你放在冰屬 就是冰屬的那個環境 不衛生 可能沒有定時的清理冰屬 還是冰屬有很多其他的食物 如果你有買菜 可能那個菜根有泥土 就是從那個泥土跑去那個食物 或者是你有買一些水果 可能還是有那些泥土有在 泥土就是有那個細菌的 傳染的機會 哦 原來是這樣 真的沒有想到蔬菜的泥土 可能也會是一個病菌的來源 那我想請問醫生 其實這個里斯特菌除了這個泥土之外 還有什麼地方呢 是很容易讓它滋長或者代菌的呢 很容易的就是一般性就是如果你有加醋 尤其是那些動物 動物的如果是好像生奶 就是羊奶牛奶還沒有加工過後 生的牛奶跟羊奶就比較容易 我就去年在2019年有一位病人 一位老父 就是他出國去東歐旅行 吃的一個那個乳酪 那個乳酪是比較 比較啊 他說是生的乳酪 當地人是通常他們都會這樣吃 所以他就 他就被這個乳酪感染到 回國過後 他的潜伏期是兩個星期 回國過後發燒 嚴重的發燒 跟發作癲癇的狀況 所以才抽血過後 才驗到是這個乳酪特菌 是 醫生這個你剛才提到 他是去旅遊嘛 那如果是說當地人 我相信他們應該是習慣都是這麼吃 為什麼他們吃了沒問題 我們遊客了 吃了反而是會惹麻煩 他們的腸胃已經有這個免疫力了 我也是覺得 可能他們小時候就一直這樣吃 所以那個腸胃已經有這個免疫力了 OK 是 那陳醫生剛才有提到說那個乳製品 我們其實在馬來西亞也有一個習慣 就是會去預定那種 在農場裡面直接來的那個牛奶 或者羊奶的 這樣子如果是訂了那一些的 這個牛奶的話呢 應該怎麼處理呢 或者 以前我們都是直接這樣子喝的嗎 我覺得 不過現在的 如果你直接訂 他們也是有加工過的 他們也是有 有好像 Facial Rice 就是有一定的這個 進行殺菌 殺菌 如果沒殺菌 我是不建議直接這樣喝 OK 那其實這個里斯特菌 它通常 因為有在這些好像乳製品這樣子 那好像在我們常見的 除了這些牛奶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 我們吃的那些起司乳酪 特別是這個 青藍芝士 然後都說 這是有一定的那個 發酵的過程當中 那這個發酵的過程 會不會可能也不小心 感染了這個里斯特菌呢 會有可能嗎 在發酵的時候呢 它是在一定一個 在一個控制的環境 所以它不會有其他的細菌 是從那個製造過後 通常都是在製造過後 跟批發的時候 或者是保存的時候 它會受感染 所以要買的時候 要看它是已經是密封的 而且要看那個有效日期 如果過期的就有危險性 或者是包裝已經是打開了 所以這個就是 基本上我們長輩哥 我們只要買東西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的 過期的不要吃啦 然後有凹 可能有敲刀 有損壞的 那你也不要吃了 可是我想請問醫生 醫生剛才有說那個 2019年的那個case 它是潛伏兩個星期 那如果是一般上 在馬來西亞的話 這種里斯特菌 我們要注意它的這個潛伏期 大概就是有多少的時間 所以這個細菌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很生命力很強的細菌 潛伏期可以短至四天 長至可以到70天 不過通常是三個星期裡面 所以這個細菌 是一個生命力很強的細菌 所以不可以小患這個細菌 時間很長 對 長至70天 對 所以真的是大概可能 兩個月多的時間 可能它才爆發 那其實那個我們 那好像陳醫生你提到了 這個里斯特菌 它這麼的頑強 生命力非常的頑強 那在怎麼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才可以非常有效的 都把它撒滅 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定的高溫 對 通常是有一定的高溫 所以剛才我之前我說了 你要煮到差不多70度 不過我們肉圓 怎樣看得到70度 最簡單就是把它煮沸 煮到滾 所以我們家裡的老人家 每次是說你那個菜湯 如果是真的要放到第二天吃 或者隔夜的話 那一定要先把它煮滾 然後冷卻 然後再來做這個收藏的動作 原來是有這個智慧在裡頭的 是 那如果是把它保存在 我們說好像給它那個冰凍的話 可以阻止它的那個繁殖力嗎 對 所以要冰凍到少過4度 所以通常如果我們一般家庭的 這個結冰格 是可以結冰到0度到2度 所以可以保存它的這個 保存那個食物有久一點 所以通常如果你是放在 那個不是結冰的食物 主播的食物 煎液差不多最多是收48個小時 兩天 過後每一次就把它扔掉了 嗯 OK 那剛才我們有看到這個圖表裡頭 它有說最好就是存放在這個乾燥高溫 還有酸性環境 那可以跟我們談談這個酸性環境 指的是怎麼樣的一種情況嗎 酸性環境就是因為細菌 它有一個表面的殼 所以如果酸性它就不會繁殖 所以這個就是吃酸菜的這個智慧 以前就要保存食物 以前的人沒有冰煮什麼 就是拿食物去醃 醃給它算做吃酸菜 所以就不會保存食物 哦 原來是這樣 所以可是我們又很擔心說 如果這種太酸的話 這種太酸性 會不會裡頭又有另外一種 那個物質叫做那個 亞硝酸鹽 這可能又會危害到 我們那種致癌物質 會危害到我們健康呢 會 所以這些醃製食物要吃的 適當 不可以過量 嗯哼 OK 所以就是一樣東西 它不可能兩全其美啦 是不是這麼說啊 陳醫生 對 好的 那陳醫生一般上 這個李斯特軍 他傳染的這個情況 會是怎樣的呢 有沒有哪一些群體 就可能是比較容易 或者高風險的 或者說他是一視同仁的 任何人都受感染的 這個機率都是一樣的呢 所以他的這個就是 這個細菌是從口服傳進去的嗎 如果是輕微的感染 通常只是腹瀉 發燒 然後你自己的抵抗能力 可以把這些細菌殺掉 所以可能 譴責就是 肚子痛腹瀉 如果是這個細菌 你抵抗能力弱的群體啊 就好像 老人家超過60歲的老人家 孕婦啊 兒童啊 這三個免疫能力比較低的群體呢 可能他的這個細菌就會從你的腺胃 轉去血液裡面 再從血液轉去頭腦 造成腦磨炎 所以這三個群體呢 我就覺得比較高風險 是 醫生剛才提到腦磨炎 這個這個名詞大家其實是很害怕的 那是不是 感染的里茲特菌 那麼最後變成腦磨炎的機率都很高呢 對 都是很高 如果呢 如果是這三個群體裡面 如果是一般大眾呢 就是好像成年人啊 他轉性的就比較低 轉去腦磨炎 可是陳醫生如果是從血液 然後進到我們的腦的話 那個 感染的這個過程大概會多久呢 好比說可能我現在吃了這個食物 然後隔了多久 可能就會引發到這個腦磨炎 這麼嚴重的情況呢 通常是差不多 下腦磨炎就差不多七到十四天 所以也是因人而異喔對不對 對 那他會不會可能會之前會有一些徵兆 好比說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啊 嘔吐啊腹息啊 這些可能都是一些徵兆 我們可以去看到 我們自己身體觀察到的嗎 對 這個是一般的症狀 不過如果腦磨炎比較 比較對腦磨炎的症狀就是頭痛 眼睛可能你眼睛可能看不清楚 第三可能呕吐 第四可能嚴重的就會癲癲 癲癲就是抽筋的 人家俗身的 嗯 可是因為他的潛伏器這麼長 我們要怎麼樣斷定說 是因為我們吃了這個食物 而導致而不是其他的原因呢 喔對 所以理事特訓呢 有一個比較 我可以說是最準確的 就是從你的血液抽出來 你的血液然後拿去化驗 在我們的研究室裡面化驗 就可以明確的知道 是不是理事特訓 嗯 像陳醫生如果是不幸 真的是變成了一個腦磨炎的 一個狀況的話 那這個腦磨炎會留下 怎麼樣的一個後遺症 或者他的這個整個健康的狀況 會受到多大的影響呢 到腦磨炎就是一個 很嚴重的那個細菌感染 所以通常腦磨炎呢 我們就要用比較強的抗生素 都是注射性的抗生素 至少要入院四到六週 四到六個星期 一天注射三次 這個抗生素 如果是在找治療呢 通常會痊癒 如果在比較慢呢 可能嚴重的會死亡 輕的呢 就是可能你會 永久性的癲癇 也是會有這個例子 嗯 所以真的不能掉以輕心 這麼聽起來 他就是影響到 他的那個腦神經了 那會不會影響到 往後可能會不會有 可能一些後遺症 會影響到可能我們的思維 正常思維的一種反應 還是怎麼樣呢 會可能嗎 所以如果到腦膜炎呢 腦膜炎前面六個月呢 你的記性一定是會比較退的 而且會有一個情況 我們叫做brain fog brain fog就是你模糊 就是你的反應能力比較遲鈍 比較慢 然後記性模糊 這個是前面六個月 每個人的這個康復期 所以有些人呢 在一年裡面就會康復 有些人可能要甚至呢 要長期服藥 來控制這個情況 來控制這個情況 嗯 了解 所以這個腦膜炎真的是 對 很近乎 所以聽了陳醫生這麼解釋的話 大家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因為這個隔夜菜要吃的話 真的要好好的去處理它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吧 我們來看看 容易滋生細菌的地方 到底是有哪一些地方 稍後回來 再跟陳醫生繼續聊一聊 易滋生細菌的地方 水龍頭 廁所長時間處於潮湿狀態 非常容易滋生細菌 而廁所中的水龍頭 更是細菌的溫床 倭藏著一堆的細菌 如大腸桿菌 沙門式菌和軀壯桿菌等 這是為什麼許多公共廁所 已改用感應式的水龍頭 從而減少大眾接觸把手 降低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不僅是把手容易滋生細菌 水龍頭出水處的小金屬濾網 也容易使細菌生長 所以定期清潔小金屬濾網是必要的 以減低細菌的大量滋生 手機 常聽說手機比一個馬桶含有更多的細菌 雖說誇大其詞的部分占多 但手機確實存在各種大量的細菌 這也是為什麼手和嘴巴容易接觸到細菌的原因 此外 許多手機殼上的凹槽和裂縫 都是細菌的完美窩藏之處 因此不定期的清潔手機是必要的 手機更加需要使用含酒精 而且適用於清潔手機產品的消毒物品 吸塵器 清潔產品中的吸塵機 竟成為細菌滋生的地方 這主要是因為吸塵機吸入肉眼可見的髒東西 如灰塵、頭髮和食物顆粒 這些髒東西都會集聚在集塵袋中 若是無法及時清理 則會產生非足增長的細菌 而刷頭通常含有黴菌 在使用中都會無意中將這些細菌 擴散到客廳和臥室中 建立每一次使用後 都將集塵袋中的髒東西 清理乾淨 並放在通風的地方 也要將消毒劑噴在刷頭上消毒 以達到殺菌的效果 歡迎繼續守著活力加油站 那今天我們就談到的課題 就是來吃這個隔夜菜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就是 患有這個腦膜炎 那剛才我們陳醫生有跟我們說過了 可能其中一些表現就會有腹瀉什麼的 嚴重的話還會有這個癲症 那在這裡想要再次的請教陳醫生 那這個癲症的症狀的話 它是之後它會一直都會有 還是可能其實它只是一種其中一個表現 但並不是那麼地強烈 這個看那個嚴重性 如果是很嚴重的話 如果你的腦膜炎導致你的頭腦已經有受損了 可能過後永久性就會有癲症 如果就是如果你只是早的時候 只是比較前面的 就是講說沒有這麼嚴重的腦膜炎 可能癲症只是一個表現罷了 所以要看這個嚴重性 陳醫生剛才我們聊到說這個里斯特菌 如果是不小心感染到的話 它有幾個症狀嘛 一個就是發燒 腹瀉 頭痛 癲症 那可能這個聽起來 大家會覺得說很普通 那如果在怎麼樣的情況底下 一般人必須要去見醫生 或者他有可能是受到這個里斯特菌的感染 就是說這個症狀會反覆重疊出現 還是會持續多長 或者有多嚴重呢 第一 通常都是會發燒先 發燒過後通常這個腦都是燒十八度以上 然後吃普通的Panador 還是吃普通的那個退燒藥 沒有辦法退 第二就是嚴重的腹瀉 就是腹瀉到你覺得你已經腳軟 或者是四肢無力 就是脫水的那種了 脫水的現象 四肢無力的 脫水的現象 我覺得這個就要求醫了 嗯 OK 通常癲症都是在比較過後 通常都是你卸了肚子 通常是三四天過後 嚴重的癲症就一定要入焉了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如果是吃了東西 覺得自己吃壞肚子了 發燒不退 吃了退燒不退 然後呢 那你又拉肚子拉到自己 感覺到都已經脫水了 那其實不用等了 就趕緊去看醫生了 就這麼簡單了 對不對 大家不要冒這個險了 就這樣的意思了 嗯 可是有一頁也很擔心了 因為這個里斯特菌 他很 他很那個非常頑強的生命力 就是他的潛伏期很長 長只會到七十天 所以這個過程的時候 我們必須一定是在就醫的過程 一定要驗血才可以檢驗得出嗎 對 不過如果是到那個比較長的潛伏期 可能你就會有方反覆覆 可能你就是卸了一週 可能兩天就好 可能不過下個星期又來卸 又來發燒 就是那個燒從來沒有退到 就是那個燒一直有好像比較低的那個發燒 可能37.6% 37.8% 然後過後多了三天又飄到38% 39% 這個就是嚴重的現狀 所以有兩個 一個就是很緊急的 突然間很高的那個燒 一個就是他來反反覆覆這樣的一個狀況 大家都要留意了 另外一個是陳醫生剛才有提到說 一些比較高風險的人群 比如說老人或年長者 或者是孕婦 我想這兩個群體 尤其在目前的疫情底下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擔心 那可不可以請陳醫生來給我們一些建議說 像老人和孕婦的話 如果是不幸真的是感染了李斯特軍 尤其是孕婦的話 對寶寶 對他們的身體的直接的影響是什麼 那他們在飲食上可以注意些什麼呢 所以 就是你一開始發現到你懷孕 或者準備懷孕的婦女 女性都不建議深吃食物 而且要吃這個比較乾淨的食物 這個是一定的建議 所以如果真的是婦女不幸感染到李斯特軍 一定要入院 然後抗生素的治療 老人家通常有時對有些是有些老人家他們有這個習慣 覺得那個食物丟掉很讓 覺得很可惜 而且通常都是有 因為以前的生活可能比較辛苦 節節不要浪費食物 不要浪費食物 所以也是有這個情況 所以通常建議老人家可能改次準備食物 準備不要太多 那個就是可以用一兩餐 可能還可以 然後過後如果要保存 要密封那個食物 然後弄燒的時候 就是要真的是要 那其實陳醫生我很想要請問 剛才有談到這個孕婦 也是大家非常的關注的 因為你知道嗎 她就關乎到兩個生命 那如果是媽媽真的不幸 在這個過程當中感染到了李斯特軍 然後有這個腦膜炎 那會不會直接影響到寶寶 可能她的這個腦神經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呢 所以這個情況我相信很多在被孕的媽媽 或者是已經懷孕的婦女可能聽到都會蠻擔心 所以大家非常非常小心 那可能我就多關心的問一句了 那陳醫生這樣是不是代表是 已經懷孕的這些婦女媽媽 準媽媽們 其實就不應該要吃隔夜菜 就是今天要吃什麼 現煮 現吃 吃完就解決了 是這樣的意思嗎 就是不要吃隔夜菜 跟不要生吃一些食物 對 也就是說大家要更好的去規劃啦 對 那還有一點 陳醫生我想要請問 因為其實現在特別在疫情底下 可能我們會想要探方便 不是有很多的那種冰凍的食物 對喔 料理包 那裡頭會不會可能有一些 也是可能沒有煮熟的 完全沒有熟透的那些肉類 然後可能裡頭會有這個里斯特菌 而我們在加熱過程當中 又沒有把它完全的做得很好的話 可能這樣子的話我們刺進肚子裡 也會不小心感染了這個里斯特菌呢 會有可能嗎 如果是那個已經是我們叫 ready to cook meal 就是蜜蜂好的這些食物 通常是在一個比較乾淨的情況處理 它已經蜜蜂了 除非那個蜜蜂是已經被打開了 還是不小心撕裂了 那個就有機會 第一 第二就是你在處理的時候 你加熱還不夠 它一定會有一個說明書嘛 要加熱到多久跟多少的那個溫度 所以你要跟這個說明書 照著做就是比較安全 但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我其實發現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是home made的 ready to cook的 它是home made的那種料理包 你自己加熱 所以可能這邊就是說 陳醫生是不是給大家一個建議說 這個料理包我買回來 比如說某樣菜 它已經包那個錫脖子包好了 它煮過一次了 那有的人回來就稍微 把它叮熱一下就吃了 這樣是對的嗎 還是說必須要拿到 鍋子裡面再把它重新翻煮過一次 比較好呢 其實怕翻煮就是怕它的那個味道 已經不變了 所以我覺得不用把 翻煮到真的是翻煮到重新煮 只是要把它加熱到真的超過 這個一定的溫度 就是您剛才有講的72度以上 對吧 對 所以我們用微波爐 也是用這個溫度就可以了 對 所以微波爐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是可以把他們這些病菌都殺死 都可以嗎 對 可以 OK 所以要跟大家說一下 真的你講 你覺得很多這種料理包什麼都很方便 但是呢 方便的話也要好好照顧自己 這個加熱的工作 絕對不可以保護了 是 沒錯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就是 驗血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測出有沒有這個 李斯特菌 那除了驗血 還有沒有其他的那個方式呢 沒有嗎 就只有驗 沒有 因為就是 李斯特菌就是要驗血才可以發現到 因為這個症狀太一般了 就是血肚子 肚子痛都是一般 所以如果你沒有用血液 就沒有辦法真正正確地導到這個李斯特菌 了解 那他的治療方式呢 會是怎麼樣呢 如果真的是一旦是發現了呢 就是要用抗生素 而且通常都是要用注射性的抗生素 有一定的療程 如果是到腦膜炎的情況呢 至少抗生素要四到六個星期 哇 那好長的一段時間 也就是說其實他要入院四到六個星期嗎 還是在家裡就那個可以了 通常是要到入院 如果 通常是要入院 如果沒有入院呢 你也是要每天回來醫院注射這個抗生素 因為他是注射式的那種抗生素 所以這個時候真的 因為疫情期間哪裡都是高風險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照顧自己 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和身體來開玩笑了 好不好 對 所以當然還是預防是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注意我們這個食物的衛生性了 那這裡非常感謝我們的腦神經顧問醫生 陳偉陽醫生在這裡跟我們講解 這麼多關於李斯特君 謝謝你陳醫生 謝謝 謝謝 謝謝陳醫生 照顧自己 好 那剛才陳醫生也跟我們提到 其實這個李斯特君 如果是在這個受感染的冰箱底下 可能也會有這個滋生的情況的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了解一下 清理冰箱的步驟有哪一些呢 清理冰箱前要先把冰箱的電源斷掉 再把冰箱內的食物全部拿出來 然後把冰箱冷藏式的割架 蔬果和瓶礦都通通取出 清洗時用抹布沾著混有洗結晶的水進行擦拭 清洗完畢後用乾的抹布擦乾 然後放在通風乾燥的地方進行晾乾 步驟二 清潔藏污納固之處 冰箱內比較隱蔽的地方通常很難進行清洗 例如冰箱門橡膠密封條的凹槽 如果有黑色的污垢和斑點 可能會導致冰箱的門關不緊 影響冰箱的製冷效率 因此一定要注意清潔乾淨 建議用舊的牙刷沾上洗結晶 然後對凹槽進行擦拭 隨後用乾布擦乾即可 也可以用佔有清潔劑的紙巾 包著筷子或用酒精進行清洗 步驟三 冰箱內飾的保潔 冷凍式結冰如果過厚 千萬不要用硬物凿或鏟開冰 避免損壞冰箱的冷凝管 最好讓冷凍式自然化霜後再進行擦拭 想要快速的去冰 可以在拔掉電源後 用吹風機吹一吹結冰的地方 讓它自然鬆動或者融化 步驟四 門板清潔 很多冰箱是置放在廚房的 炒菜時難免會漸出油漬 弄到冰箱表面 這些表面的污渍清洗起來就比較簡單 用海綿或抹布沾一點清潔劑 擦拭幾下就可以清洗乾淨了 清洗完之後用乾的抹布擦乾 步驟五 散熱門板的清理 散熱門板會比較容易沾上飛沉 影響散熱的效果導致零件壽命短 治冷效果差 在清洗時 只需用乾淨的毛刷或者乾布 除去積沉即可 但要注意千萬不要用濕布 歡迎繼續收看活力加油站 我們剛才跟醫生談到了 關於吃隔夜菜可能會造成的健康風險 就是李斯特菌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現在就要學習怎麼樣來好好的保存 如果那個食物真的吃不完的話 那這個保存就要做得很重要 做得很到位了 當然我們今天是請到了中捨 就是我們的食品科學家 鍾振鴻先生來教我們這些小 中捨你好 中捨好 是 兩位主持人好 大家宵好 好 中捨 那我們說要避免 吃到這個隔夜菜 我們很擔心裡頭會有這個 李斯特菌的這個感染 那其實何謂隔夜菜呢 是不是可能我們真的要過了一晚 Overnight了才叫隔夜菜呢 當然一般人的了解就是過了一晚 那可能是叫隔夜菜 那其實在科學的定義來說的話 就是當你食物就是放置了 五到八個小時 超過了這個時間段的話 其實它也是算是屬於隔夜菜的了 O 所以不用隔夜菜也變成隔夜菜了 這樣的意思了 對 就是一般如果你午餐吃了 然後你放置一下到晚餐 然後你沒有加熱 或是沒有進行處理來吃的話 它也算是隔夜菜了 O 喔 因為我們又不知道它的食物是多久了 那我們怎麼鑑定說這個食物的新鮮度呢 是 那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要看就是它的那個攤口 主要是它符合衛生條件 就是它有那個加熱的那個裝置在那邊 要不然的話你要看它是否有 好好的去覆蓋那個食物 然後有朋友去安排這些就是防昆蟲 或者防昆蟻的這樣的裝置 來確保它的衛生條件是符合規格的 O 也就是說其實Jones如果 可能如果我們所謂的這個隔夜菜 如果它是一直在加熱的過程當中 就不算是隔夜菜 就是它可能放置在那裡 已經冷卻了五到八個小時之後 才叫隔夜菜嗎 是 因為在科學上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 就是任何的食物它保存的那個溫度 都是要維持在60度以上 60度 攝氏度以上的 就是任何熟食 都要維持在那個溫度 就是加熱超過60度 然後任何冷藏的食物 都一定要保持在低於攝氏度以下 這樣子才能夠有利於 或者是減緩那個細菌的滋漲 你這樣說大家就心裡安定的多了 因為對不對 對 有時候媽媽很喜歡煲湯 煲老火湯 或者那種滷滷 要滷比較長時間 對 所以如果有一隻保持在這個翻煮的狀況 它就屬於是 我可以說是比較健康比較安全的 對嗎 相對來講 要注意 不是屬於翻煮 而是屬於保溫 保溫 我意思是那個溫度 如果你一直讓它翻滾的話 其實它也會產生一些有害的物質在裡面的 那有害的物質有包括什麼呢 那一般的就有包括一些化學物質的產生的那些自癌物 比如說我們常見的芽硝酸炎 就是你把食物放置太久 或者你隔夜在冰箱 它都會逐漸地有已經這種芽硝酸炎 然後它是屬於自癌物來的 然後其實更令人擔心的是 外來的那細菌的惡度感染 就一般我們常見的任何的食物中毒呢 就是比較急性的 都是屬於那些食物 受到這些細菌染染的 如果說你放置太久啊 然後你有沒有把它蓋好啊 然後又接觸到其他的污染源的話呢 那就會導致那個食物更快的 股敗這樣子 哦 所以就雙倍影響了 這樣子就糟糕了 真的 那種子如果是我裝置的這個器皿 會不會有一定的影響到呢 好比說可能是一些那種你知道 鐵的啦 鐵製的還是什麼的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食物 它原有的這一個 你知道營養成分 還是這些受污染的情況 很多媽媽喜歡用那個不鏽鋼的鍋 對 沒錯 那一般如果我們使用的任何器皿呢 做好消毒的程序的話呢 那基本上它是不會構成任何的問題的 那確保我們裝置食物的那些保鮮核也好啊 或者是任何符合規格的器皿呢 都要清洗好 然後放置好 那拿來撐食物的時候呢 確保它沒有出現 譬如說你又裝手指啊 又裝繩子啊 這樣就會出現那種交叉感染的問題啦 嗯 了解 那Johnson剛才有說 就是可能就是如果 如果處理不當的話 這些食物可能也會受到一些 化學物質的感染 那現在有很多那些那種包裝好的 因為很方便嘛 你知道可能有一些可能是那種 Aluminum的還是什麼的那種材質 那如果可能我在煮的時候 我是整包食物這樣丟入 放入這個熱水裡頭 滾燙的這樣子煮熟 那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會產生這些有害的化學物質 而影響到我們的健康嗎 那一般這種就是包裝好的 然後你再讓它拿去噴煮的話呢 這種其實它是屬於 相相對來說比較安全的 因為一般你噴煮的方法 可能都是震啊 或者是你放進微波 那這樣子的加熱的方法呢 其實它那個溫度呢 都是控制在大概100100多度 所以你連那個包裝袋一起 然後你根據它包裝袋 它變得只是去進行那個噴煮的話呢 其實是不會造成任何的危害的 而且一般來說它們都很多 我可以看到市面上都是那種 遍地包啊 懶人包啊 因為它是用真空刀裝的嘛 那你在高溫就是水當中殺菌的時候呢 其實它裡面的那個維食物的威脅呢 然後那個風險呢 也大大的降低了 所以這個是食物的部分啦 或者所謂的懶人包的部分啦 那如果是說在家裡呢 家裡我們要就是說要保存一些食物啦 或者隔夜菜比較敏感啦 就是這個食物吃不完啦 我們這樣講啦 那我想保存或者一些生鮮的食材 那種者會怎麼建議我們呢 對 在家裡的話呢 一般我們要再把食物吃不完 生菜呢 要放在冰箱之前呢 那確保它你要加熱過 那加熱了之後呢 你要把它攤涼先 攤涼不是放置太久 就超過五到八個小時 而是它已經不燙熟了 可能是大概五六十度左右呢 你就可以把它裝在那個保鮮盒當中啊 然後就可以保存了 那需要根據不同的食物啦 然後進行不一樣的那個保存的方式啦 哦 了解 我還以為說糧食要完全冷卻掉 不是 這五六十度就可以了 是 是 是 可是我們每次 因為你要等它完全糧食的話呢 可能你要放幾個小時 然後可能一不小心你就不留神的話 就超過了那個時間點 所以你要把它量至到大概是還燙 還不怎麼燙熟啦 就可能五六十度左右 就可以把它放入冰箱裡面去保存啦 了解 可是每次我們都很好奇 為什麼一定要把食物 就是到冷卻了之後才放入冰箱呢 不可以就是熱的時候這樣放入冰箱嗎 其實這個過程當中會 會產生怎麼樣的一種不好的物質呢 OK 因為當食物它在熱的時候嘛 你就直接把它放入冰箱的話 它裡面還有那些水蒸氣啊等等啊 它遇到我們冰箱內部的那個溫度偏冷 它就會凝固成那些水滴 然後這些水滴呢 配到我們的食物的話呢 它就會產生雷變了 就變成它有利於那個氏菌的子漲 反而不利於保存 哦 原來是這樣子 那莊Sir 這個我們的家裡食物儲存的時候 當然有煮熟的 已經煮熟的 或者吃剩的 或者多煮出來的 要留著明天吃的 也有一些可能是生的 或者生鮮的食材 這樣是不是我全部都放在冰箱的那個 那個不是冰凍的那個 我全部放進去就可以了呢 其實生食還有蔬食呢 你放入冰箱的時候呢 你要把它間隔出來 因為我們擔心的就是一般生食 它可能還帶一些就是血水啊 或者是一些汁啊等等 像它這種如果不小心滲的話 流入去我們的熟食的話呢 就會導致交叉感染了 所以一般我們要把冰箱呢 就是劃分成收藏生食 然後還有收藏那個熟食的 嗯 了解 那也包括說可能新鮮的蔬菜 還有肉類甚至一些熟食的 完全都要就是區隔出來 對嗎 對對對 而且你放冰箱的話呢 就是盡快在兩天以內呢 就把它重新加熱 然後吃掉 然後吃不完的話 也不要仿佛的去加熱啊 然後再冷藏 再加熱再冷藏了 哦 是啊 現在很多媽媽都會這樣子做 對不對 原來是不可以這樣子做的 嗯 因為有些細菌呢 它會分離一些毒素嘛 那毒素你分離出來之後 尤其是那些沒變之後的那些所產生的那個毒素啊 啊 它就會 它不是你重新加熱就能夠把它殺滅掉的 你只能夠殺滅掉那個細菌啊等等 但是它所已經分離出來的毒素呢 你是不能夠把它 啊 預熱的話呢 未必能夠把它完全的消消滅掉 而且你反覆的這樣的加熱冷藏 加熱冷藏 放久了之後它也會產生 像我們說的就是那些化學物質的感染啊 就是它會累積那些致癌物的增加 比如說亞硝酸炎那也會越來越多這樣子 哦 那咦 宗Sir 我們一般上把這個食物放在冰箱裡面 可能一天兩天的話它就會比較硬嘛 那我們要解凍 媽媽們都會拿出來解凍嘛 那這個解凍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步驟 或者特別的事情我們要特別留意的呢 嗯 那一般解凍如果是它是解凍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提早可能12個小時 或者8個小時就把它放去冷藏 冷藏庫 而不是把它放在室外啊 就是室溫或者是放在那個 就是水龍口底下這樣子去解凍 而是要把它放在冷藏庫 因為冷藏庫它的設施度 是大概在4到40度左右 所以它可以緩慢的這樣讓它去退冰 然後呢你就能夠再把那個食物拿來烹煮 就相對的來說比較安全了 也包括說可能有一些肉類 我們在解凍的過程 其實最好如果它是蜜蜂的話 也讓它是在一個蜜蜂的情況之下解凍對不對 就不要剪開來然後這樣子來解凍 可能這個過程也會受到這個細菌的感染了 對不對 是的 就是讓它處在那個蜜蜂的狀態 這樣子去解凍的話呢 它就會相對的 就會接觸到外來的污染物 或者是外來的細菌 所以這些小細節都要特別留意 因為現在大家都宅在家裡 家裡都會存很多的食物 肉類一般上大家會覺得比較容易儲存的 蔬菜是比較上腦筋的 那蔬菜要怎麼保存在能夠保鮮 還能夠讓我們吃得健康 這麼說 那蔬菜類一般我們就要看它是屬於不同的種類 比如一些根莖類的蔬菜呢 其實你保存的時間 只要你還沒有血皮的話 它可以保存的比較久一點 可以一兩個星期 那比如說多葉的 綠葉性的那些植物啊 菜啊 那就必須要在保存的兩三天 底內的就把它吃完 而且你保存的時候呢 可能你可以裹上包子啊 或者是 就是餐巾這樣子 就可以延長它的保值器 因為它可以就是吸收掉多餘的水分這樣子 中士 以前我記得家裡的長輩 那個蔬菜來的時候 可能就是 不是完全放冰箱的 有一次他們會放在外面晾乾的 對 攤開來 那哪一個方法是比較對的呢 其實是直接放入冰箱裡面就比較好 但是你可以就是把它濾乾 就是把水分濾乾了 就能夠讓它的那個保存的時間 就相對的比較長 來 其他水 沒想到這個儲存蔬菜 還有這麼大的一個血溫在裡頭 對 那這個儲存的這些器皿 其實我覺得容器啊 這些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血溫 所以其實最好的我們選擇的是 那些塑料袋 還是說這種玻璃的這種這種罐子 還是怎麼樣會比較好呢 那一般呢 其實我們會建議就是使用現在 市面上能夠買到的那些保鮮膜 因為 不是 保鮮盒 因為保鮮盒來說呢 現在很多都具備不同的功能 包括有一些它會有濾網 然後它有那個去水槽 就是能夠讓那個蔬菜的水分 或者水果的水分 就遇到去移布 然後有些呢 它甚至還有那個通氣孔 透氣孔就是能夠讓一些蔬菜呢 它就能夠維持它的新鮮度這樣子 所以就相對來說 保鮮盒呢 會更有那個保鮮的效果啦 嗯 了解 可是我們不擔心說可能這個細菌 也會透過這個透氣孔 進入到我們的蔬菜裡頭 然後有這個細菌感染的情況嗎 那一般在我們的冰箱裡面呢 所以說就是必須要把那個蔬菜和生食分開 要分開 然後在冰箱裡面 它的溫度呢 你要繼續檢查 它是否是在那個 預定的那個溫度底下 就是低於4攝氏度 只要你做好這種防護措施的話呢 保存在冰箱裡面的食物呢 是相對的能夠保存的比較久的 嗯 那種者水果呢 水果應該怎麼處理呢 那一般水果如果是說切開的水果的話呢 我們就要用保鮮膜把它覆蓋起來 就是把它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要吃的時候 如果可以的話 把它表面的接觸到保鮮膜的那一層呢 就是把它給削掉就OK啦 嗯 是在這裡也要特別提醒所有的媽媽 跟所有那個有食用這種食物的 在放入冰箱的過程當中 真的一定要用這個保鮮膜 或者是有這種密封的 不要直接整碗就放弱 其實這個是非常容易受污染的對不對 好 那如果我們看到這個食物 有這種發霉的這種情況 或是味道變質是真的不能吃了嗎 對 如果是一般食物呢 如果出現沒變啊 或者是它的那個味道啊 出現不一樣了 就是有異味了 那我們就能夠這樣子來鑑定呢 就是那個食物呢已經變質了 這樣子的話呢 就不建議大家就是去繼續的使用啦 嗯 好啦不要再就省了一點點喔 讓健康 好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稍後回來呢 宗舍還會有一些妙招要教大家的喔 把一些小廢物啊 變成有用的東西啦 那稍後回來我們跟宗舍再聊一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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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